Good morning大家,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 今天天气依旧非常好,阳光明媚的 但是这种天气却不能在户外活动,太可惜了 可以看到路上的车子还是非常的多的 油表快没油了,我们现在一起去加个油吧 现在加好油了,我们看一下Costco门外人多不多 哎,有水哎,说明这里面水还是充足的 门口没有人排队 给大家看一下美国街路上的景象吧 还有人带遛狗散步 也有人在运动 就街上的车还是比较少的 感觉今天的天非常好看,有点像电影里大片一样 这个阳光和乌鸣震波出了这个气氛 大家晚上好,我现在戴着口罩和手套逛超市 因为国内的朋友都担心我们这边物资不充足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美国现在超市的情况 上一次的视频可能去的时间有关系 这次我看到我现在到达的是水果区 水果非常充足 基本上你想买到的水果在这边都会有 你看像一些莓果类啊 或者是这些蹄子葡萄 猕猴桃热带水果等等都有的 还有橙子,橘子,这些 感觉是新到货补上的 以及这些蔬菜都是满满当当放在这儿的 还有大家关心的水的问题 这边水也到了,桶装水这边都挺齐全的 我买了好几箱 备用 感觉最近都补齐了货呢 好了,那买完东西我们回家吧 因为它这个山楂是就两包起下单的嘛 所以它就下了三包 然后买了一包这个零食 就是这个紫菜桥 柴柴桥桥 还有一个是这个花籽 感觉我是卖菜的 这袋应该是同胖吧 还好 我还是以为我是可以吃火锅的 所以我就买了很多核菜 这是啥呀,豆苗吧 然后这个是小白菜 这个是豆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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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豆苗挺好的 这个怎么又是紫菜 那我可能买了两包吧 然后这个是豆芽两包 这个是辣椒四个 这个是小白菜 这个是韩国年糕 这个是韩国年糕 这是饺子 这个是 刚才那个是饺子 这个是烧麦了 这咋都是饺子呀 我的烧麦是哪儿了 他应该给我换个单了吧 还是就 全部就在这儿了 挺多的这一次 这是我的晚餐咖喱炒饭 因为准备过程比较繁琐 没有给大家看细节 就直接展现成品给大家看了 里面有洋葱胡萝卜 还有一些像包心菜 玉米粒青豆等等 这些蔬菜的组合 配上一个养乐多 健康又美味 还有一个远洋葱 我来说 不配 harder 我都不配得到